Room 左控端的使用 首先把裝好的Room 直接開啟 開啟之後 因為是主持人的關係 所以我們要先登錄 主持人要登錄 其他人可以不用 就請你把自己的帳號登錄進去 登錄進去之後 因為你是主持人 所以我們直接由主持人來開視訊會議 所以直接點選視訊會議 點選好之後 它就會去抓到你的設備 所以我們這邊直接使用電腦矩音設備就好 那這是整個Room 的一個操作畫面 那這邊呢 這邊會是你自己 你自己要控制你自己的麥克風 或是網路攝影機 那所以如果你直接把網路攝影機點掉 它就會出現 它就不會出現你的畫面 就會出現你的名字 登錄的名字 然後這個地方 除了開關之外 其實如果說你的電腦有兩個以上的視訊攝影機 在這邊就可以做切換 比如說如果你是老師在做教學的時候 你另外還接了一台網路攝影機 那就可以在這邊做切換 好 那靜音的部分 這個就是關掉就會沒有聲音 點掉這樣子就代表關掉 關掉的話 那個你講出去的話 對方就聽不到 那所以需要的時候還是要把它打開 好 那這個地方還是有一個選項 那這個選項呢 你把它點進去看 如果說你有兩個以上的麥克風 那你要決定用哪一個來收音 就會在這邊做選曲 那這邊是播放 就是從播放聲音出去的選項 要從哪一個地方播出去 那這裡會 麥克風上面會有一個綠色的 LED在跳動 那所以如果你選了這個麥克風之後 然後你發現你講話 這裡都沒有在跳 那表示你的收音麥克風連接沒有連好 就是有問題 所以你可能要去檢查一下你的麥克風 好那這是個人的影音設備的部分 那主要功能在這一個地方的話 這個是你開了這個聊天室之後 你的那個聊天室的號碼 會在左上角出現 這邊會有一個號碼 那所以如果你要分享 給別人這一個會議室號碼的話 你可以直接把這個號碼 就是key給別人 那或是說在這邊點一下邀請 點了邀請之後呢 這裡就會有複製連結 所以其實直接點一下複製連結 那他就 你再把這個連結 再把這個連結 直接貼在line啊 或是貼在那個哪裡給人家 讓人家知道 人家直接點了就可以進來 好那前提是他也要把room先裝好 好那 好等一下我把它放在 我自己的 臉書上面 好比如說你把它貼在這邊 或用line去通知人家 好 我現在只限我本來看就好 等一下再另外一台再登錄 好所以那 這樣子就進到通知的義務 那如果說 其實你也可以直接告訴他這個號碼 那他有room他可以直接登錄這個房間號碼 好那回到我們的 的介面上 那除了這個地方邀請人家之外呢 那所有進來的人呢 都能夠在這裡做管理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 有的人登錄進來我們再來做管理的部分 那另外這個是共享螢幕的設定 共享螢幕的設定 所以如果說你要在線上做教學 那我們通常會把我們的桌面 我們的桌面給共享出去 然後在桌面上直接操作 那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啟動這個共享的按鈕的地方 然後另外這裡有一個小選項 這是可以讓你允許 同一個時間 一個人分享 或是多個人同時共享 通常是同一個時間只有一個參與者可以共享 通常 那這個地方是他會有另外一個文字的聊天室 所以如果你把它打開 這邊就會出現一個類似LINE的一個聊天畫面 那這樣也可以把它關閉起來 然後主持人他有錄影的功能 那他錄影會在線上 雲端直接錄影 錄好之後呢 你可以 主持人可以去網路上把它下載回來 那這些是我們比較常用的功能 那當有別人登陸進來的時候 在主控關這邊 你就可以有另外的控制管理委會者的功能 那這個管理委會者打開 這邊會有所有的參加人員 那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全體靜音 就是當你要比如說要做報告 要做教學 然後不想要其他的人 不想要其他人干預 或者不想聽到其他人的聲音 在這個下面會有全體靜音 所以你把全體靜音 把它關掉之後 大家的麥克風都會被關掉 只剩主持人的麥克風是開的 那這時候你們就可以只聽到主持人的麥克風 然後大家的聲音都不會進來干擾 這個是全體靜音的功能 那當然也可以解除 那不管你是 如果你是解除了之後 那如果是那個使用者他自己靜音 比如說這樣 他自己靜音 那這邊還是會聽不到他聲音 因為他是自己把自己關掉的 所以如果你就可以用講話提示他 叫他去打開麥克風 如果他自閉我們就沒辦法控制 我們這邊是控制全部的 全體靜音就大家一起關掉 那當然這邊如果你把全線也放給大家 那這也是可以 他也可以自己解除靜音 所以當你把主持人 大家麥克風都關掉的時候 如果你剛剛那邊是打工 他還是可以自己打開 他自己打開之後這還是可以 那你也可以個別去點靜音 這樣子他就不會出聲 那所以如果我們是主持人 那一開始在測試的階段 如果說有些學校我們懷疑那個學校的收音狀況不好 我們就會個別去檢查 也會用這樣的方式去做處理 好 那大概管理者的部分大概就是這樣 那應該有什麼都不會出聲 那是我的事 這樣就不會出聲 那就是我跟他的學校 我覺得